每20位成年人就有一個患上睡眠窒息症 是很影響40至60歲的成年人 如果瘦的人是否一定不會有睡眠窒息症呢? 嚴重的睡眠窒息症患者 一個小時可能會有二、三十次窒息 每晚加起來就可能有過百次窒息 大家好,歡迎回來Call Me Doctor 我是你們的家庭醫生Dr. Cheryl 不知道平時大家有沒有這個煩惱呢? 經常被伴侶投訴你鼻寒聲大 晚上睡一覺又會眨醒 眨醒的時候好像無法呼吸 第二天起床很頭痛 明明睡一覺好像沒睡過 比昨晚還累 有沒有想過這些是睡眠窒息症的症狀呢? 原來在香港每20位成年人就有一個患上睡眠窒息症 是很影響40至60歲的成年人 今天我們就很高興邀請到 耳鼻喉科專科南浩程醫生 跟我們講解一下睡眠窒息症 南醫生你好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科專科醫生 南醫生 大家都知道睡眠窒息症患者 會有很大聲鼻寒 但反過來,如果一個人有鼻寒 是否就等於他有睡眠窒息症呢? 不一定有鼻寒 就等於患上睡眠窒息症的 不如讓我講解一下鼻寒是怎樣形成的 當我們睡覺的時候 上呼吸道的軟組織就會處於一個放鬆的狀態 令到上呼吸道收窒 所以當我們呼吸的時候 就會容易產生震動 形成鼻寒聲 當呼吸道收窒的情況越嚴重 鼻寒聲就會越嚴重 當呼吸道完全受到阻塞 令到患者有短暫的停止呼吸 通常維持十秒或以上 這樣就會有一個窒息的情況 輕微的上眠窒息症患者 一個小時可能會有數次窒息的情況 嚴重的上眠窒息症患者 一個小時可能會有二、三十次窒息 整晚加起來就可能有過百次窒息 睡眠窒息症患者 可能因為休息不夠而反應遲鈍 另外有些病人會覺得 可能容易比較脾氣暴躁 或者變得有焦慮的情況 有些病人甚至覺得 有性功能減退 長遠來說 睡眠窒息症可能會令我們 記憶力和認知力變差 男醫生,以我所知 睡眠窒息症在男性是多很多的 足足有多八倍的 而其他高危因素就包括 肥胖、頸位粗的人 因為他的脂肪積聚在上呼吸 所以容易有睡眠窒息症 但我有一個迷思想問 如果瘦的人 是否一定不會有睡眠窒息症 其實簽瘦的人士 都有機會因為先天的因素 或者後天的因素 而患有睡眠窒息症 先天的因素 有可能是下落細小 或者下落有向後縮的情況 扁桃腺過大 或者線量增殖體過大 舌頭過大 軟鱷或者鱷垂過長 或者有被中隔彎曲的情況 後天的因素就包括 比如有鼻息肉患者 或者有一些內分泌的情況 例如甲狀腺功能過低 或者病人有服用安眠藥 鎮定劑或者酒精 因為這些都會令到 軟組織處於一個放鬆的狀態 容易造成阻失 大家記住 如果你有以上的情況 又或者自己懷疑自己有睡眠窒息症的症狀 要盡快找你的家庭醫生做檢查 醫生 去到你們專科診所之後 你們會做進一步的診斷 是怎樣做的 耳鼻歐科醫生會先在診所裡 了解病人的情況 然後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去判斷一下究竟上呼吸道 哪裡究竟有阻塞和阻塞的程度 然後醫生會幫病人安排一個睡眠測試 這個測試除了可以幫我們診斷到病人有沒有睡眠窒息症之外 還可以告訴我們病人睡眠窒息症的程度 可以分為三個等級 有輕微、中等和嚴重 說到睡眠窒息症的治療 它除了是一個個人化的治療之外 還有一個跨專科的治療 如果是一些輕微的患者 可以先由生活習慣入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減肥 透過飲食的控制和運動去控制體重 然後在睡眠的姿勢 他們可以選擇打側睡 因為打側睡的時候 減少了一條舌頭 掉下來 阻礙了氣度 這樣就可以令到睡眠窒息症的情況有所改善 如果是做了一些很初步的生活習慣改善 都改善不到的話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合適的患者可以配戴牙托 將下額拉前 防止舌頭向下墜 從而壓住呼吸道 中度甚至是嚴重的患者 我們又有什麼治療可以給他們呢 這些患者可以考慮使用 一個正氣壓呼吸機 或者是可以考慮手術治療 那有什麼患者才是嚴重到要做手術 外科手術就是針對一些軟鱷 或者鱷垂有過長 扁圖線或者線量增殖體過大 或者是有鼻中隔彎曲 下鼻隔肥大的情況 還有有鼻息肉的患者 很感謝南醫生今天這麼詳細的講解 很希望各位觀眾聽完之後 如果覺得自己是有症狀的 就要盡快求醫了 睡眠窒息症除了影響我們的睡眠質素之外 其實它是會令到我們的大腦 長期都處於一個缺氧的狀態 從而增加這個患上心臟病 中風和高血壓的風險 這個真的不用忽視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疑問的話 記得向你的家庭醫生求助 大家如果有什麼新的健康問題想知道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拜拜 拜拜 如果想緊貼最新最齊的生活消息資訊 立刻下載 去到ETNET財經生活APP 或者上etnet.com.hk看吧